嗨,我是寶可夢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2022年即將結束了 首先為大家帶來的就是我們第六屆的信用卡 觀眾票選 觀眾票選其實已經走了六年 今年來到了第六年 為什麼要舉辦觀眾票選呢? 當然是因為希望能夠把大家的心聲 就是傳達到銀行的內部 只要在我的平台跟大家分享這些資訊 其實銀行就有機會看到了 你的聲音非常的重要 透過這個活動 大家就可以把自己心裡面真實的想法 放到網路上面去 這一次會問大家什麼問題呢? 大家可以先看右邊的QR Code 掃了之後 就可以開始來做填答了 第一個最簡單的就是大家的基本資料 我們要來請大家回答 你覺得2022年最美麗的卡片 跟最醜陋的卡片是哪些呢? 其實在這邊你可以看到將來銀行的卡片 然後華南SNY 然後他們有推一些新的卡片 然後星光OU.0卡也上市了 然後還有玉山樹衛1卡 好 那樂天的樂壺卡 然後呢 趙峰也有一些卡片做更新 中信有歐密卡 然後聯邦也推出集賀卡等等的 好 那再來是下半年 匯豐他們有把旅人卡更新卡面 Richard他們也更新了一些卡面 然後還有推出這個 GoGo Rewards聯名卡之類的 其實是蠻熱鬧的啦 今年銀行發行的卡數呢 其實沒有像往年那麼多 平均一年大概都會五十幾張 但今年大概只有36張 蠻少的 我把利劍最美的卡面呢 通通都把它丟進來 你如果覺得今年的卡面都不漂亮 反而是之前選出來的卡面很漂亮的 你也可以選擇它 最醜的卡面呢 我也把它放進來了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年 好 這是去年誕生的最醜卡面啦 好 那大家都可以來一一的做選擇 那我自己這次也做了加碼 就是我挑了兩張很好看的卡面放進去 跟兩張我覺得很醜的卡面放進去 好 這兩張卡片是我個人認為 最近我覺得還不錯的 好 第一張呢 是永豐銀行他的現金回饋JCB卡 之前他更換卡面的時候呢 好 我覺得他的回饋還不錯 但是最近的話呢 他的卡片優惠就不太好 所以我只是把它當作收藏 我目前正在使用的 美國運通的千丈白金卡 他雖然說不是泰金卡的材質 不過呢 他還是蠻有質感的 下一題呢 我們要來問大家的是 你最喜歡跟你最討厭的銀行是誰 然後為什麼 你也可以趁這個機會呢 把你對銀行的不滿 或者是他對你很好 你覺得很不錯的 你可以把這個故事寫下來 我在收到資訊之後呢 我會把它做成一集又一集的節目 來跟大家分享 再來 我們要來問大家一個問題很有趣 就是我們的信用卡通常一年會推出 三四十張四五十張 那如果你這張卡片呢 你不管他 你的權益可能會越來越爛 為什麼他會一直是這樣的弧線回圈呢 卡片爛就比你剪卡 然後你又要再辦新的卡片 所以我想問大家的是 你覺得一張卡片的生命周期到底要多長 你喜歡一直換卡片嗎 還是你喜歡的是 有一張卡片 長長久久的使用 而且回饋一直不錯 下一題呢 我來問大家的是 最近市場上呢 有風行一種卡片 叫做回饋自選 或者是你可以切換回饋的這一種 國泰式華的Cube卡 可能大家就很熟悉 最近常常分享的 他的權益回饋呢 非常的高 但是呢你必須要不斷的在不同的權益裡面做選擇跟切換 其實有點麻煩 而且有時候你如果沒有搞清楚 那你可能就會拿不到回饋 像我之前就常犯這樣的錯誤 所以他的確是一張有點複雜的卡片 那你們喜歡這樣子的卡片嗎 早期中信 然後台新的太陽卡 連線銀行的連線快點卡 也都是這樣子的回饋規則 非常歡迎你在這邊作答 並且解說你的原因 這個就可以讓銀行作為參考 下一題呢 點數經濟的時代來臨 不論你是把握公司的業者 或者是你是行動支付的業者 那銀行也有自己的紅利點數系統 甚至像國泰式華 他也發展了一個新的系統 叫做小數點 他們自己的聯盟集團裡面 通通都可以使用這個點數來贈送 那他不只是折抵刷卡金 還可以拿來換禮券 還可以換禮程 其實他的泛用性蠻廣的 但是你喜歡這樣子的點數系統嗎 我也歡迎大家來回答這一題的問題 然後把你真正的想法寫下來 接下來呢 是要提供大家一個機會 如果你對哪一家銀行有所滿意或者不滿 你都可以在這個題目裡面呢 把你真正想溝通的銀行打上去 然後把你的問題寫上去 那我一樣會在某一集的節目裡面呢 就是整理出來 然後唸給大家聽 然後一樣在網路上面就會公開的分享這樣子 那最後呢 也請大家對金融業呢 做了一個簡單的評分 這一整個大概十題的題目呢 你寫完大概需要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 感謝大家呢 一起認真的參加活動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也是特別舉辦了一個年度的回饋活動 送什麼東西 人人有獎 這一次呢 沒有限定前100人 200人300人 你只要來填打 而且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不是隨便填的 有認真填打 認真思考過的回答 人人都有一杯咖啡 你只要在我們的活動最後呢 寫上你的全家會員 全家會員就是你的手機號碼 那我到時候呢 我就會把這個咖啡 匯到你的會員裡面去 那麼你打開全家的APP 就可以到超聲去兌換咖啡了 我準備的咖啡是無上限 不管有多少人來填打 只要符合資格 就一定會寄送 那我們會在活動結束的一個月內呢 把這個合格的名單 公開在我們的這個部落格裡面 相關的資訊呢 一樣在我們資訊欄 你可以把它點開來看 這一次呢 我們只要滿500人回答 而且符合資格的喔 我們呢 就抽一個人送500元的紅利金 如果是滿1000人 我們就抽兩個人送500 如果滿1萬人 我們就抽20個人送500 所以呢 越多人填打 我要付出去的錢就更多啦 那我們YouTube粉絲呢 當然有專屬好康啦 如果你不想要咖啡 你可以領大陸潤100元 哇填一個問卷送100 這個很多了吧 而且我們沒有上限喔 所以你只要有填 本團YouTube專屬的推薦代碼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100元 這個推薦代碼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我們本團專屬的啦 你只要填YT2023UPUP 你就可以拿到大潤發100元 大潤發100元怎麼發呢 我們呢 會去買這個吉祥券 那到時候呢會截圖 就直接email給你 所以請你一定要確實的填寫你的email 你的email 是確定可以收件的狀況之下 我們才會把這個獎品寄給你 我們也會在我們的活動表單裡面呢 會去注記我們發送的時間 所以你不確定你自己什麼時候收到 有沒有收到都還是可以來私訊問寶可夢 我這邊都會幫你解答這樣子 透過我的平台把大家的意見呢 在網路上面傳達出去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